我们看这题目 下表为常用对数表 Log以10为N的一部分 请问10的3.047次方最接近下列哪一个选项 那么这是单选题 那么首先我们利用10的3.047次方 这等于A乘以10的N次方 我们写成科学记号形式 这时候A是大于等于1小于10 然后N为整数 那么这时候我们两边取Log 这是Log 这是10的3.047次方 再等于再取Log 这个呢我们得到这是Log10的N次方 这是N 然后加上这是LogA 那么这时候 这Log10的3.047次方 我们写成是Log 这是10的3次方 去乘以10的 这是0.047次方 那么里面相乘 外面相加 所以这等于Log10的3次方 这是3 然后加上Log10的0.047次方 我们得到这是0.047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得知 这N是N是等于3 那么这LogA呢 写到这里来 LogA 这是等于0.047 那么LogA等于0.047 我们发现0.047呢 在表里面是介于0.0453以及0.0492之间 所以代表这时候LogA呢 会介于Log1.11和Log1.12之间 所以呢LogA 是大于这是Log1.11 然后小于这是Log1.12 因此呢 这以10为理数 10大于1 所以我们帧数拿出来做比较的时候 维持不等式的方向不变 所以呢我们就得知A 是大于1.11 然后小于这是1.12 所以呢 所以呢 A 是大于1.11 小于1.12 那么 这时候 我们把A 带回这里 那我们换个颜色 这时候呢 我们带回来 我们就得知 这10的 3.047次方 这可以写成是 这是1.11多 然后去乘以10的3次方 所以呢 我们得到 这四位数的前三位 会是1.11 好 那我们回到题目 观察那五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 只有D 这四位数 那前三位是1.11 这个答案 好 这四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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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选项